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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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其實在教導這些學生們 那麼就是採用這種所謂的 扮師徒制的方式 因為這些孩子們 他們在高中讀了三年 大中院校讀了四年 雖然總共只有七年的時間 他們傳承於各個不同的老師的教導 可是他們畢業後 不管身在何處都會跟協會在一起 主要的一個師徒制最大的重點 除了技術之外 就是他的理念跟他的道統 跟他的傳統的觀念 所以協會這邊有很多都是跟著我們十幾年的 那我們把我們的過期的經驗 以及國外所學的所了解的 那麼利用機會教育當中 或者他們在外面也在為人師的時候 或者在從事業界所碰到的問題 那麼可以讓他馬上去感化去傳承下去 調酒的技術 當然有些技術是可以自己隨著時間 或者參考國外的很多的書籍 或者從網路上工作經驗上慢慢的去累進 可是他要浪費很多的時間 如果說有老師在旁邊去導引的話 那麼可以在他們在短時間當中 就可以了解到這個精髓 那麼有些調酒的技術不是一朝一日的 他必須隨時思考一些新的招式 新的配方 那國際每天幾乎說有新的調酒的比賽 而且有新的配方的方式 聽著調配方法出現 那這一些如果他又要在一方面實習 一方面收集這個資訊 可能會利有所不待 如果有這個辦師徒制 或者是師徒制的方式的話 可以老師可以專門在負責收集 這個新的一些資訊跟知識 那麼可以參考這個學生 或者這個學徒他本身的潛能 以及他本身的人力 那麼兩者結合為一 那麼可以使他在這方面的技術上 他可以心無旁物的行求知識跟技術 兩個的交流 也達到我們所謂的這個 可以說是文武雙修 那麼可以達到學術兼備的這個方向 在辦師徒制當中 那技術的取得 知識的取得 可以從多方面的管道 從學校或者從自己的自修的書本 或者網路上都可以 其實到最終最重要的目的 就他人品的培養 尤其是在這個道統上面 因為調酒是一種 比較特殊的屬性的行業 因為他本身有酒精 那麼酒精 他對每個人的人體反應又各有不同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 調酒是一個道德的觀念 我們可以經常在報章雜事 看到很多人酗酒開車 那麼道成酒後造勢 導致自己的不幸 造成很多無奈的家庭產生 所以一個調酒師 從事這個行業當中 那麼你這個人品是非常的重要 不需要因為為了多賣一杯酒 多段一些利潤 而讓這個客人等一下無法那麼開車 導致酒駕造成一種無奈 或者是一種悲劇的產生 所以在整個的司徒制的培養 最終的結果就是人品人格教育的培養 那麼還有要導引他一個正確的職業觀 這是最重要的 是最重要的 是最重要的 意思是最重要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